内地股市在这个早期之后呢 我相信对于一些经测的利好的因素呢 也有机会在现在的选评呢 慢慢反映出来了 特别就是国务员上个星期 公布了对于一些房地产固定的投资 的一些资本金的北率呢 从这个35%下涨到这个20% 我相信这个因素对于内地的房地产的股份呢 也有一个利好的作用 还有只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这个本地上市的内地的银行股呢 它的股价呢 有一个落后的情况 在今天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买盘呢 买进这个中资的银行股 我相信在短期之内呢 好像一些金融类的股份 好像是这个中资的保险股啊 还有就是银行类的股份 还有就是受到这个进场利好的一些股份 好像就是期欠 还有就是电力上官的卸备股 也有机会呢 跑比这个大盆啊 跑得比较理想一点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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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